屏洞大学校长陈永森 唤醒3D动画的蝴蝶精灵 为彩节 生活 故事 梦连展揭开序幕 此展由视觉艺术系硕班 数位媒体设计硕班 与视觉艺术硕班在职专班的新生代艺术家 共同策划展出 这是平大示意系首次结合传统绘画 与科技艺术的成果 新增AI扩增实际导览 以及3D彩绘视觉特效等丰富内容 充满互动与美感的娱乐效果 我们原本是一个静态的城堡 还有我们这个异象的翅膀 那经由我们的AR扩增实镜 去扫描QR之后 它会去辨识这个画作 那我们给它对应的像这个蝴蝶 它会涌现出来 那整个作品它就活灵活现 只要给手机扫描壁画 就能看到蝴蝶飞骨 瀑布奔流 百鸟齐放 迷路行走的壁画动态视觉特效 而展场中的所有画作 也都能以手机扫描 观赏多媒体导览 我们可以让学生们 可以用应用新的技术 跟新的扩张实际方式 能够让学生的创作展现 可以有不同的面貌出现 这就是我们利用我们新的AI 利用我们新的科技的眼镜 我们可以将传统跟先进的技术 去做一个整合 包括两面3D彩绘壁画 参展学生共29柜 展出共计43件艺术作品 包括写实 抽象 古典 现代等多样貌的风格 媒材有压克力 油画 水墨 水彩 复合媒材 摄影 3D动画等 充分整现学生的创作能量 就是有山有水 然后很开阔的一个感觉 就是看起来就很舒服 然后就把它把这个东西 好像要呈现这种 波光淋漓的一个感觉 去体现那个山水之间 那个开阔的感觉这样子 这一次我们的展览呢 会比较属于 让大家有天马行空的去想象 所以这一次那一个名字呢 彩杰 布施 梦 跟生活这一个展览的主题 是同学票选出来的 那最主要呢 是要让他们 就是告诉他们 我们进来的时候 因为这场展是有 缩衣跟学长姐们一起联展的 那当我们一起联展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踏入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因为 我们是在追寻我们的梦想 那我们的梦想 然后来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作品大多为新生代艺术家 在学期间的学习成果 充分发挥艺术创作的想象力 及独特创作思维表现 连展即日起在平达品视校区 六爱楼艺文中心展至三月四日指 硕斑学生既有连展 让个人的艺术创作与大众分享 并互相观摩与学习 欢迎各界齐聚参与这场艺术的盛宴 并体验AI扩增实际导览的魅力 记者张如荫 刘建荣采访报道 我们下单意发院 我总得 我也觉得 我觉得 我